香港新增事實無力確診 導致香港政府宣布的原定要推動 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遊氣泡 因為香港新冠病毒疫情升溫 決定延後兩個星期 而兩地政府決定延後兩星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認為是負責任做法 可以減低對旅客帶來不便 至於什麼時候會重新開始 兩地政府會保持緊密的溝通 下個月初就會針對起航日期 做出的最新因應